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收集BB05三角龙模具的机会 今日分享WAR TWICE猛兽侠系列BB05三角龙德尔塔终极版 作为本系列早期模具,包装形式依旧是数版包装 而作为限定版,只是在外面加了一个封套 内盒部分依旧是透明开窗设计 早期产品由于包装狭窄,都是以匣子形态放入塑封 作为限定版,说明书方面做了独立改版 而且哪怕是换色重图,也依旧拥有独立的角色卡 角色卡背面的文字有些伤感 预示着这款模具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推出 先来看看匣子形态,磨砂透明的效果确实出彩 虽然本系列早期模具密合性比较一般 但毕竟见证了一个时期 限定版的收纳盒也是乃白色配色 盒盖上的骷髅头和英文字样正代表着这款模具的终结 就像休眠舱一般,放入之后 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而作为系列早期模具 三角龙的变形十分简单 之前的视频中已经不止一次路过变形流程 这里就不再重复步骤 不得不说,这次可能是05模具 配色最好看的一次 全身采用雾面透明零件 质感上极为加分 尤其是透过外壳能看到内构的效果 每一个机械迷都很难抵挡 背上的图案和字样跟收纳盒呼应 头部左侧写着史前生物 右侧则写着三角龙 再加上银色的眼睛和红色的角 每一处都透着告别的意味 尤其是尾部还写着谢谢再见的字样 看来真的是最后一次跟大家见面 对比初始版 中节版却是有种壮世慕年的悲壮 初版三角龙由于绝版 目前也并不实惠 那么如果想入手这个模具留念 中节版目前可能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三角龙1.0模具的褪饰 是否意味着2.0版本已经在设计研发中呢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哦